从卖场买来的水果 第一眼看到的是塑胶壳 但是打开一看两颗分装 不同的塑胶袋 最底层还有网套 光是吃一颗发热 就制造了三种不同的垃圾 实际走访卖场 就看到了三种不同的包装选择 复合式包装 演化缭乱 绿色和平针对生鲜蔬果 烘焙 收拾和蛋类 调查塑胶使用情形 发现塑胶袋38%占最多 接着是塑胶壳 以及塑胶和保力垄托盘 这四大类别 大部分也是属于这些超商的 自由品牌 也自由产品 也就是说他们有很大的一部分 可以去决定说 像这些商品可以要怎么做包装 想分类一般民众难以辨识 加上标示不清造成回收困扰 全球塑胶危机逐年上升 光是2014年塑胶产量 已经从1964年的1500万吨 增加到3亿多吨 有真正进入到回收系统的比率不到一成半 有高达95%比例的这个塑胶包装 在经过非常短暂的使用时间之后 就会直接被丢弃 而也是依照这个情勢来看的话 未来还会每一年都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塑胶垃圾 流入海洋里面 减速运动全球意识提高 更期待气垫能够跟上潮流加入响应 让一次性塑胶包装 退出日常生活 大理性文章智杰 余国威 台北部导